我家世世代代都是拜佛的 我后来离开家家到北京求学 在北京两次皈依佛门 一次是五台山 另外一次是造传佛教 本以为潜心修行 可以解决我人生的所有困惑 那我五点多就起来读佛经 然后家中设有佛堂 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内心充满恐惧 因为我的父母父亲对我要求很严 在早上不到五点就要起来锻炼身体 那我有一次清晨起来的时候 看见有人邻居吊死 然后我就特别害怕胆小 害怕有鬼 半夜不敢去那个上洗手间 所以后来有2010年的时候 有个姊妹向我传福音 我就告诉她 我说我是浅诚的佛教徒 我不可能姓主的 然后她就说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你只是走路走到了半道 还没有到终点 我对这话产生了兴趣 我就开始研读圣经 当我看到圣经前 约翰一章的时候 四章十八节说 爱里没有惧怕 惧怕的人在爱里为的完全 因为惧怕里还有刑法 我被这话完全摸着了 我想主耶稣对我的爱是完全的爱 所以我就开始向主耶稣说 主耶稣若是你是真神 就请你在异乡中向我表明 因为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而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不可能轻易改变我的信仰 主耶稣听了我的祷告 当天晚上我就和我 跟我在十多年前传福音的 李姊妹进行了交通 她在十多年前向我传过福音 当时我不信 那我当时的情形就是 我从一个工作倾行 从一个小编辑做到了一个集团公司 子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我这个手下的最性能的助手 竟然要使用阴谋抢夺我的位置 所以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那我想因为我性格 生性比较性格内向 不愿意跟人分辨什么 所以内心感觉特别委屈 但是又无处诉说 这时候主耶稣的爱救了我 后来我当天晚上下祖祷告完以后 这个梦中确实有棕色十字架 向我飘来 我知道神已经下我显明 后来我看到尼托生的得救经历 真的我被厉害的得着 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我立即下祖悔改 自从我信主以后 我的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 真的基督住在我里面 但是因为我是家中第一个得救的 虽然我在家中受到了逼迫和反对 但是我能有主耶稣的爱去爱家人 后来我的家中的陆续 我的亲人都已得救 我相信我的家人也必得救 主啊喜乐朝日我还 自从我得救以后 再美主 Amen Amen